- Magic Box - Magic Box - Hello,大家好,我是Casey 今天我們來看看 such 這個字 大家對他的印象可能停留在以前學過的一個片語叫做 such as 那大家還記得such as 要用在什麼時候嗎? 我們來簡單的複習一下 such as 可以用在指令的時候 它跟介系詞 like 可以互相替換 那馬上舉個例子 我喜歡吃甜點像是 cheese 蛋糕還有布丁 那這句話我就可以說 I like desserts such as cheesecake and pudding 那 such as 在這個句子裡面呢 就帶出了包含在我所喜歡的甜食裡面的例子喔 那不過呢今天課文中出現的 such 這個字它的用法就不太一樣喔 它單獨出現的時候呢其實是作為限定詞 放在名詞或者是具有名詞功能的名詞片語之前 來表示如此 這麼 如何 如何 它有強調的功能喔 好 那這麼說起來好像有一點複雜 我們馬上舉個例子就清楚了喔 前陣子啊我朋友Joanna考上她最想要去的公司 聽到這個好消息的時候我就告訴她 你就是如此聰明的一個女孩啊 這時候呢我就可以說 you are such a smart girl 這邊有注意到嗎 such後面呢就馬上接上了這個 a smart girl 這串名詞喔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such 後面接上名詞的這個規則喔 那再看看其他例句吧 我之前去吃一間小吃店的時候發自內心的說 this restaurant has such great food I like its beef soup a lot 這間店呢有很多有很好吃的食物耶 我最喜歡它的牛肉湯了 這邊的 such 後面接上的名詞啊 你可以選擇要可數或者是不可數 甚至是單負數都是可以的喔 那至於剛才為什麼說 such 是用來強調後面這個名詞的呢 大家有發現嗎 剛才的例句裡面 其實如果我把 such 給拿掉的話 句子還是正確的啊 像是 你是個聰明的女孩 you are a smart girl 但是加上 such 之後呢 就有一種 你就是那麼聰明的這種感覺囉 好啦 那大家趕快奏奏看自己的句子來加深影像吧